我打算了 怎么了 各位 今天咱们最发现 好多人去婚宴 大家都用点心 那个好好的 给他们漏一手 好点吧 东西 来 吃饭 吃饭 好 要吃饭 好啊 别动响啊 好 费 你今儿在这儿 招呼的时候 可得小心点啊 为什么呀 我不知道 今儿结婚 这节是一二婚 凡人这二婚啊 这本节心里 都天上瓶的 容易挑个字 找个事无的 小心点 别让人家 拿她当出去等了 回头再把咱那店给砸了 我知道了 杨哥 就咱们这馆子 埋没您的手艺了 像我这样说的 你抓一点吧啊 我呢 也就是基本功扎实点 没什么看家的能耐 也只能测课着 在这儿混不够饭吃了 要说你们家老爷子 那才是咱们情商里的这个 那肚子里有货啊 你别说啊 前两天老爷子 请人吃饭 做了好多菜 我都没听说过 听说那几道菜 都已经试传了 有份儿 那就别馋我了你 凤姐 凤姐 怎么了 艺朗师傅 刚才婚宴的主家 给咱们餐厅打电话 说人来娱乐要加两桌 这都要开席了还加桌 这又怎么回事啊 不是儿 你别着急 过去办婚宴呢 也有主机儿来宾居了 没吃加桌 这很正常 那什么 小苏 师傅 咱们备的这些个料 肯定还能挤出两桌来吧 咱们备的这些料 也只够八桌人的料 不是 你什么情况啊 你怎么学的呀你 凡是办婚宴都得留个后手 这你不懂哪 你怎么不多备点料啊 冯姐 杨 杨师傅 不怪小苏 怨我 我不是为了节约点钱 就备了八桌料 来 戴卫 露露 这卧室客厅 这小二十平吧 来来来 这儿 这儿 卧室 要二十平 怎么样 走 出房看看 这厨房啊 稍小了点 平时啊 我跟份儿 都跟老金吃饭 也不开火啊 不过呢 这家巧最小武藏俱全 你要想开火 这儿的东西足够理容的 是啊 看着错怎么样 能洗澡 日文系啊 心安的 还真没闲到 现在就在火通里的人 现在 像厕所系在这儿各方面啊 那是 政府关心百姓的生活 对胡同里的卫生设施 进行了大力的改造 想当初 我要想去一趟活动啊 得去那个胡同拔口那公众活动 人多的时候还排队呢 是吗 现在行啦 胡同里家家户户改造的都不错 虽然还没有楼房这么方便嘛 也差不着哪儿去 没有 我觉得比旧楼房的人强多了 你看 头顶天叫他顶天 长期结的气 这人活着痛痛 树的 你这老外活得还有点品味 你知道我们家的院子 哪儿最值钱吗 前院的两棵树看见了吗 一棵是石榴树 一棵是海棠树 老话说得好啊 金鱼缸 石榴树 肥狗胖丫头 那是过去大户人家必备的四大件 哥们儿你住进来 我先送你一个金鱼缸 再送你一条狗 胖丫头 别送啊 肥子 走吧 屋里坐下去 这可怎么办呀 这婚宴马上就要开席了 咱们料都不够 得想想办法呀 怎么办 凉拌呗 不 我看呢 今儿这席也开不成了 你听我的 赶紧把这席给退了 别呀 人家结婚 席帖都发了 哪能把这婚宴退了呀 要真退了 那本家真能宰了我们 那怎么办呀 人家的十桌 咱给人上八桌 少两桌 那不照样跟咱们玩命啊 那可不就得想办法吗 这 这 这必须得开呀 杨师傅 我是真没招了 这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你说这少两桌的料 我怎么抓那儿啊 这个 这是实在那里 bapt 你去哪儿吧 今天这两桌 真不一步 你去哪儿咱们 再四桌 你说我想不一大桌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不一样 果蔬莱琴图 他用了南朝齐歇贺的 六法之一的隋类副彩法 用固有色 你来看 精妙如微地表现了 枝 叶 果实 小鸟的色彩变化 使整个画面充满生机和神韵 我临摹了几次 但是 依然未能叹气三味 看不出来就歇会儿 来 把这碗莲子粥喝了 大傻乎的我喝他干吗呀 莲子肉 他 补中益气 健脾养胃 聪耳明目 你这两天不是 聪耳明吗 你喝着他管用 行 我听你的 喝 你这多乖呀 得行 来 来 哪位啊 爸 饭馆出事了 还没火烧房呢吧 别着急 慢点说 咱们不去接了一婚宴吗 刚才人主家来电话了 说客人预了要多两桌 可我只准备了八桌的料 我说凤儿啊 你也开了好几年的饭馆了 凡是结婚宴 那就得多备多备料 是吧 你这点儿都不懂啊 爸 这是我不好 咱们饭馆不生意不好吗 我想着多备出来的料浪费 就为了结约这么一点钱 可我哪想得到 爸 您赶紧给我们想想办法吧 要不然一会儿啊 这本家急了 真的把咱们饭馆砸了 到时候醉八千就真的完了 我想折 我折多着呢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不是备了八桌的料吗 是呀 不是还不够吗 够不够的 是你说的 这得我说 没事吧 戴维 住老北京这四回味啊 就得喝莫莱花茶 什么铁观音 大红跑五的 到了这儿都不行 就得喝花茶 那香 怎么样 哥们儿够麻利的吧 这高效率 就把房子里腾出来了 三哥 这房子装修的也太low了嘛 又旧又破 你让我怎么住呀 就是年头多了点 确实有点旧 可当初哥们儿装这屋子的时候可没少花钱 在那年代可不算楼 是啊 不行 我这房子没法住 得重新装修 重新装修 太土啊 太俗了 太没品位了 我们都是老百姓 讲究实惠 舒服 品位这事 这都是你们搞艺术的 瞎讲究 都你说吧 怎么改 怎么装 这底转啊 统统倒掉 全部还成拭目的 你给我贴上最好的枪纸啊 一定要环保的 贴完了我就能住进来 这个顶子重新换掉 这得花多少钱呀 是啊 戴维 您这要求我可承受不了 三哥 你所有的这些开销 由我承担 不用你花一分钱 这还商量什么呀 就这个定了 是啊 可是三哥 我并不认识搞装修的人 你有熟的吗 我说戴维 其实你算撞墙口了 我跟我哥干什么的 你知道吗 那是房屋中介公司 在我们的服务项里边 装修 那是个大项 每次帮人介绍完房子 看客人喜好给人装修 一条龙服务 完了 谁这么差啊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真的个牙 我们不光负责把这屋给你装修好 还把全部家具都给你配齐喽 到时候拎包进来就直接摔了 那根据好 可现在 别急 谁让你 昨天说好了 今儿就过来的 你打我也措手不及 这样吧 你先找一宾馆 先凑合住了 就这两天 我把这个装修方案啊 预算啊 都报给你 你一点头我立马开工 少则半个月 多则一个月吧 最多啊 我保证你舒舒服服住进来 这总成吧 可三哥 钱也不是问题啊 可我的要求高了啊 你这会儿你能跟得了吗 你这瞧不起什么呀你 就你这点活儿 我要不给干好了 不给干漂亮了 我就不姓庄 这总成吧 那好吧 那这样吧 你先把那个设计方案和预算 拿给我 我看了再说 得嘞 那今儿就这么着 这么着 我先带你找宾馆去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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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我已经搬过来了 我不想再去宾馆了 这么着 你这不是两家房吗 你先给我弄张床 弄个桌子 再配上一个沙发 我就凑合住着吧 你装好一间 我倒一下 你再装另一间 反正 从今儿起 不急 我就要在这沙家帮 架下去了 急得我见过 我真没见过你 这么急得呢 怎么着 你是怕我们老爷子变卦 不让你住进来了吗 对对对对 这事你变卦子啊 我住这舒坦 我愿意 那就甭废话了 猴子 麻烈的 给大卫搬床去吧 得嘞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 吃好喝好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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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来来 来来来 来来 来 来来 师父 外边什么情况啊 马铭脏去了 识到瞎人 那您说 你说 凤姐出的这主意 能行吗 实着 明天由命 我说 待会儿外边要有什么情况 咱可得马上冲出去 最起码不能让人 把咱店给砸了 好 谢谢 师傅 师傅 不好了 这主家那儿来了 都别话 有什么事师傅扛着 少 少 谁是大师傅 咱们是大师傅 我是 你是大师傅 是我 这席是你值班的 你们想干什么呀 够意思 这菜做的 色香味俱全 量还琢似 娘家那边的钱 什么理都没挑出来 就上国总挑大不止了 来 这新郎是我儿子 回来谢谢大师傅 谢谢师傅 你喝一洗酒 重开鞋 来 各位说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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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啊 辛苦各位啊 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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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 客气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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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冲着洗啊 都冲着洗啊 爸 今儿那个酒席办得怎么样啊 爸 您教的那方法还真行 真给对付过去了 爸给粪 治什么招啊 哎 粪 这不是没辙了吗 我 我才给他出了个馊招 真是馊招 老年间常用 现在还用啊 就是有点缺德 你爸这闹心一晚上 爸 您别闹心了 我给主家打一九折 他们特满意 好好好 粪 你这事儿 扮得靠谱 等于给我找不回来 好 好 爸 我这也不明白啊 我们只为了八桌的材料 做了十桌 大家吃饱了 主家特满意 给您用了什么办法呢 说穿了也没什么 你看 你备的那些 山珍海味飞禽走兽 那些精料不是不够吗 我让你装牌的时候 就马上边那一层 下边给装点青菜撑着 这不就云海了 这我明白啊 可是您让我 把菜做得油一点 汤羹稠和点 又是为什么呀 这你还不懂啊 油大一点 汤羹稠和一点 它味足 最重要的 丁石号 那您还让我把所有的菜 都做好了一起上 这又是为什么呀 这上菜的次序啊 是最要紧的 一道菜 一道菜的上 上一道 一人一块的没了 是吧 你上多少道菜 也不够分的 是吧 你把菜备齐了一起上 是吧 你想啊 这人哪 就先奔着那个四喜丸子 那个那个炖大肉啊 那些横菜招呼 喝点酒水饮料的 敞开吃 他就腻着就蹭着 像咱这老子辣了 爸 您这招值得 还忒搜了 看看你爸 有多坏 那总比客人把饭馆 和后厨砸了抢吧 那是 那倒真是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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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etta 乔乔美味 快车 娘 我们去哪个问题 平定 快akah 我们ور� 和医生во 干吗好 搬过来啦 都收拾好了吧 收拾好了 我觉得老北京的拼换 就是舒服了 有天有地 还能中华 中早 空气友好 那国家现在正下大力气 加紧空气环境的治理 用不了多久 站在咱们这银定桥上 就又能瞧见西山了 我知道 银定观山 小子 不错 你制造的还不少 那对了 老婆子 晚上想吃点什么呀 我好早点儿给你规制啊 别费事了 那吃点鸽子汤吧 得令 你情好不 鸽子汤我也爱吃 大爷 能给我拉一碗吗 不刺猴 大伯爷 你大爷就这脾气 别往心里去啊 你能爱吃 改天大妈给你做 大妈 您太客气了 其实我这么一说 也是开玩笑的嘛 对了 庄金回来了吗 刚回来 怎么 你找他有事 有点事 那您先忙着啊 过去 我还没想着 我现在是 你怎么会 你还没想着 我还没想着 我还没想着 你又不是 我还没想着 你还没想着